星期三公布的一項全國性的民調中前總統特朗普 以微弱優勢領先現任總統拜登 一日前,拜登和特朗普都鎖定了各自黨內11月總統候選人提名 今日美國和薩福克大學共同進行的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0%,拜登為38% 但選民對拜登工作表現的認可度和對經濟的看法就上升 25%受訪者表示,他們可能會在11月支持哪個問題上改變主意 國會眾議院星期三通過了一項法案 要求中國科技巨頭字節挑動Modley TikTok 否則這款流行的社群影片應用程式將在美國被封鎖 該法案以352票贊成、65票反對的結果獲得通過 有一名議員投了棄權票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,如果俄羅斯的國家地位、主權或獨立受到威脅 俄羅斯將會隨時準備使用核武器 希望美國不要採取可能引發核衝突的行動 普京的聲明是在這星期總統選舉前對西方的另一個直言不諱的警告 他幾乎肯定會贏下一個錄電任期 星期二晚,總統拜登在喬治亞州贏得足夠的代表票 他藉此鎖定了民主黨的2014總統提名人 這個令拜登在今年8月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 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多數代表票超過1968票 他的提名將會上正式公佈 星期二,前總統特朗普在共和黨黨內初選中鎖定總統候選人提名 將第三次在總統拜選中領導共和黨 稍早前,拜登也贏得足夠的黨代表票 鎖定民主黨的提名 自此,如無意外,特朗普和拜登在11月上演第二次對決 追�대 賊,賊,賊 Bravo 賣,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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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賊